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你的皮算頭皮 算頭皮啊 兩個財庫都是滿的 有兩個財庫都是滿的 你說你如果講沒有錢 你一定是拿別人的錢 那兩個財庫都是很滿 你看我也知道 對吧 對我 而且喔 它蓋著下來 不甘開 那個財庫喔 兩個大財庫 它那個鎖得很緊 它都不甘開 一定有的啦 一定有的啦 我們在這裡 祝福 相反的一場是 早日見晴 而且 剛才已經有 即印 就是即刻的相印 做完附魔 馬上有人講 很好很好 不是我們的人講 我們的人講 我們的人講 不算 外面的人講 就是空性的人講 那就算 那叫做記憶 之兩財物 請白諸尊 就是在 做消除所有的災難 白諸尊 那麼請 黑的 藍色的諸尊 就是在 降福厭 大家做護魔也知道 也知道 白諸尊 紅諸尊 黃諸尊 黃諸尊 藍諸尊 它的作用在哪裡 這是 屬於入世法方面 我們今天 吐魔做得很好 而且做得很順 雖然來 做得很順 我坐上華坐 馬上就觀想自己在佛館 而且自己馬上就變為正法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可見 所以我們消化得這樣子也是很快的 他就可以見 這是連生活佛在台中的開示 同時慈悲地為現場的弟子 做黃財神的灌頂 我們知道天上最富有的 就是黃財神 而且黃財神 特別喜歡護持修行的人 祈願我們台灣的同門 能夠用心發心 一起來幫助各個道場的興建 廣度更多的人 能夠一起共修 真佛祕法 不過也許有些人會認為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修法了 其實不用護持道場 現在我們就再來回顧一次 連生活佛的開示 你自己本身在家裡 你自修 自己修行 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 大家在一起同修的時候 互相切磋 那麼同修的時候 集眾人的力量 同修的時候 也會產生更大的法力 會有比自己在家裡頭 一個人的力量大 一個人的力量小 眾人的力量大 眾人的力量大 眾人一起在念奏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種共鳴 眾人一起觀想的話 會產生一種共鳴 眾人一起 這個好像是說 解鎖印 入三昧地的時候 也會產生 比較大一點的法力出來 那這是人數的問題嗎 還是說地方大 共鳴才會大 也不是 也不是 事實上 這個就比較難說一點 有人 他自己本身修出來 他如果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他就像一個火車一樣 能夠載很多人 有的人本身來講 他只是走路的 take a wall 走路 他只是走路的 有的人呢 他已經修到像巴士一樣的 他可以渡 一車的人 所以這個講法就是講 佛教有所謂大聖 小聖 金剛聖 他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們見道場 最重要的 也是見天上的 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 也真正在修天上 我們邪佛真正在邪 也是在邪天上 地上的都是一時的現象 所以這個義賣啊 籌款啊 都是一時的現象 最主要是幫助大家 能夠在一起同修 一起聽法 這是最最重要的 我們修行